嗨 大家好 我是戴君 欢迎各位来到罐头视频之等待一道菜 今天做的什么菜呢 叫琥珀核桃仁儿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以心补行 就是说你缺什么要吃什么 那这个核桃呢 它长的形状就像人的大脑 所以说吃核桃是可以补脑的 中国古代有很多的药方啊 什么千金方啊 奔草钢末啊 里面都这么说的 那我们就相信他吧 对不对 准备300克这个大核桃仁儿 红糖 冰糖 蜂蜜 白芝麻 冰糖要多少 50克 那尽量买那个小颗的 因为大颗的冰糖呢 你不太好融化 红糖呢 就准备10克 如果没有红糖用冰糖也可以 最后呢 琥珀核桃仁 它的颜色是呈金黄亮晶晶的 就是红糖 蜂蜜25克 清水 100毫升 那这么些东西就够了 非常简单 这个呢 是空气炸锅 我已经用那个180度 已经预热了三分钟 就首先 先把那个核桃仁 用空气炸锅真的非常方便 我现在在家里 懒到已经很少起油锅了 因为它这个做出来东西没有油嘛 同样还是调到180度 直接5分钟 开始 非常的方便 这边开始炸核桃仁的同时呢 那我们就开中火 要熬这个糖稀了 先把50克的冰糖放进去 红糖蜂蜜25克 倒入100毫升的清水 把它煮开 那这个呢 就开始要熬起来了 等到它水开的时候呢 你就要转小火 慢慢的 不要让它粘稠 给它熬出来 水开了以后呢 你就要开始不断的搅动 开小火把它熬成糖稀 如果你放那个大冰糖 非常的难熬 如果你孩子正好在考试的阶段 可以给他做这些东西 因为本身的生核桃它有点苦涩的味道 孩子们可能不太远吃 做成这样呢 它就当零食嘛 这边在做什么解放城市的时候呢 它同时可以吃那个琥珀核桃仁 这事情很好听啊 叮叮当当的 感觉窗口挂了一个风铃 好 这个呢 已经完成 嗯 好好吃 好 慢慢的这些冰糖 差不多都已经全部化完了 虽然是空气撒锅 但是还是会有些烫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点 好了 把那些核桃 和熬完的糖漆呢 充分的搅拌以后 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一道工序 把白芝麻撒上去 一道烹香又好吃的 琥珀核桃仁 完美呈现 那在这个夏天呢 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呢 都能吃得健康 吃得美味 同时呢 也希望各位孩子们 能考求好成绩 今天的等待一道菜 带给您的就是 琥珀核桃仁 那马上呢 就要进入夏天了 就学生要进入高考啊 或者说年终大考的时间 需要大量的用脑 那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补脑胜品 就是什么 核桃 就要ية精力 早就进入三桃 晚红 前一段相同 感谢观看